贵妇地环丸这三类人小心越用越伤身 一出现肾羊虚的情况 很多朋友都会血用贵妇地环丸来补肾羊 但其实这三类人是不适合用的 首先就是肾羊虚的同时体内有淤血的人 血得温则行 血液需要依靠阳气的推动才来运行 如果阳气不足 血液没有阳气的推动 就会越流越慢 慢慢沉寂下来形成淤血 这是体内有淤血继续运行不畅 再用贵妇地环丸补羊 只会更加严重 应该先把淤血散开 再去补羊 第二是阴阳两虚的人 冲英认为阴阳本是同根 任何一番亏损都容易造成阴阳两虚的局面 所以这时候不仅会有阳虚 还会有阴虚的表现 比如说口干口渴 手脚型发热耳鸣等 所以这个时候去补羊 反而可能会加重阴虚 最后胜虚过久 三籍脾羊的人 脾为后天资本 胜为先天资本 它们二则相互影响 阳虚时间过久会伤及脾羊 从而造成脾肾阳虚的现象 这个时候用贵妇地环丸补羊 没有脾羊去硬化 身体无法吸收 也是白补 所以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 还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可盲目用药 就会来到大衡